文件的一个应用 Google文件里面其实 事实上现在 它 如果您比较常用的它现在的正式名称就叫做Google云端论点 它有5G的空间 那么 我只给老师讲一个功能就是应该说两个功能 它有一个叫做 文件的修订版本 另外一个叫做云端 重复备份 我先问一下老师 老师也许有误删过档案 对不对 那个是 自己负责 我们当然有小工具可以去救但是那个自己负责 但是有一个前提是 不是误删档案 误刊档案里面的内容 比如说我的文件里面 这个资料我弄错了 我把正确的 弄成旧的 有没有可能 资料删掉那没有存档又关掉了 请问老师如果遇到这个情形你要怎么办 绿扑无类啊 因为他不是 档案删掉啊 档案还在啊 是不是把内容 就是弄错了嘛 对不对 有没有可能有时候 捡捡据贴贴嘛 我们也会很多会捡捡贴贴啊 捡错啦 这样要怪谁 你能问你自己吗 干嘛这么背负这么大责任呢 人难免会有错 那么云端润跌 就是以前我所谓Google文件 最大的好处是什么 有帮你做版本记录 今天你万一错了 你可以随时回去 旧的版本 我找个资料给你看一下 这边 比如说我进到我的云端一点 公司用不方便看 看上课用就好了 OK 比如说 我们看这里 简报 这个好像一个 OKOK 这个搞不好 点一下 好内容先不管他 这里 您看这边 有没有要做管理修订版本 好 从这边呢我可以去看到 我哪时候 这里只有一个 那我找另外一个 看一下我在学校上课的 这个可以 看一下在这边 一样 这个管理修订版本 你没有发现我什么时候有做修改 有没有 我可以随时回到过去 你了解意思吗 因为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犯这个错误 不小心就弄错了 那你要怪怪谁 怪自己 但也不好 如果我有这个我是不是很快就可以回复回来 对不对 就这么简单 所以最大好处就是有这种版本记录 因为有时候不小心会遇到 所以我说要看看以前的 以前的版本一点一下 他就回来 你看我最早期 12月6号就只有这两个而已 所以如果你真的要我就按还原 他就回去了 这个是云端的 云端的硬点 就所谓的那个版本记录 那我不只是说我是这种Google文件 我今天 像我这样一点 就回来了 那我今天呢 如果说我的不是这种 可以线上编辑的Google文件 也可以 因为他还有另外一个服务 像 我在这边给各位看一下 他还有另外一个服务 比如说我打开我的wall 好这里 你看我们家有多一个功能 有没有一个叫做Google Cloud Connect 我先问一下老师 请问我们学校office的版本 知道 这哪一个版本 不要觉得难过啊 我觉得2013就不错了 2007 要跨越 跨越这条线比较难 因为 座面完全差很多 所以很多老师不习惯 那 有像有些学校到2010 那么微软呢 他在2010的时候 有加入我们刚刚类似的功能 就是他搭配他微软的那个SkyDriver的空间 做所谓的云端备份 但是 很抱歉 他只做2010 他就不希望你留恋过去 Google呢 就帮他实现了这个愿望 Google帮我们做的这叫云端团固呢 也就是说 你今天不管是2003 2007 2010 你可以选择 你在存档的时候 他就自动帮你备份一份到云端 让你了解那个概念 那么你只要 用这个关键字去找 你看 我们到这个 用这个关键字 Google Cloud行内 你用这个关键字就可以找得到 这样 一找 就可以找到我们要的 这个 你进去之后 如果是英文的 就把它 换成中文武器表 这样 下载 把它装完之后 你的 当然前提是你要 Gmail账号 没有Gmail账号就不要玩 就是有了这个你把它装起来 你的Office里面 所有软体都会多增加这一列 多增加这一列 你可以选择要自动同步还是非自动同步 因为 这里 有没有 这里可以选择说你要自动还是手动 因为我觉得我只要手动就好了 不用每个文件都上去 对不对 我想要的话 那这个看 今天如果我在这边有做更新 比如说你看我做了一个更新 好 那么这个时候把它存档 你存档的时候他就会问你了 你看我这边 他要问我 我是要上传第四个版本还是全新的版本 因为有些时候我们是同一个文件 我又复制然后再做修改 但是它是另外一件事情 对不对 有可能 所以你可以自己决定 第一个版本还是我 第四个版本 那假设我是第四个版本 我就按这边 他现在就帮我 自动同步到 我的云端硬碟上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有没有 我应该 这一个 找到我的云端硬碟 刚刚那个是 应该在名字的里面 您看一下在这里 有没有 11点44分 改过的 在这里 这个 所以我把它打开 你把它打开看一下 真的有加1的 有没有 那时候我问我就是 不小心弄错 1给怕呀 怎么办 就从这边 管理修订版本 有没有老师有发现 算是看得到了 错 没有关系 知道怎么救回来比较重要 对不对 所以我们透过这个方式你会发现说 云端的 事实上有它的好处 我们透过这个方式 有时候万一你 反正真的不见了 云端总是还有一份 还可以用 当然这个也会前置他另外一个问题 安全性的问题 所以 老师如果要用 假设你有比较多资料上去的 我们会建议老师用 所谓的 两步骤认证 什么叫两步骤认证 老师有没有在用 Facebook Facebook 也好 这个我们其他的邮件帐号密码 有没有发现老师现在都是只要知道帐号密码就可以进去 Facebook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那个诈骗的 以前我们比较常听到是 MSN的诈骗 对不对 但是现在Facebook也有诈骗了 因为怎么样 我就知道你的帐号密码就进去了 所以 你知道我的帐号密码 不大 最好要连我的手机都绑下了 我用给你看 这个地方 其实是想让另外一个部分 我原本里面我没有特别讲 但是我想这个部分 我跟老师稍微评一下 你看我从这边进到我的Google 好 不小心你知道的 反正帐号大家已经都知道了 只差密码而已 所以密码不能太简单 对不对 而且要定期更新 因为有些人 设的太简单就比较危险 好 即使不小心你知道我的帐号密码 你有没有发现我还有一道关卡 有没有 输入验证码 老师那边会网拍 网拍也要这样 要输入验证码 手机验证 所以我的 这里 会收到那个验证码 所以你知道我刚刚没有用 我的Facebook也有这样设定 那么你可以看一下不要记住 如果你懒得每次去就 还要带手机对不对 你可以记住那就三十天再做一次 但是至少占有个前提 就是说 这个装置是他认可做的 虽然如果 你在随便别的外面的电脑 随便一台 很抱歉是不行 那您要了解的 因为毕竟你比较多重要资料 假设有放上去的话 总是要安全一点 不然的话你的 资料就 比较 有那个 泄漏的危机 所以这个是 给各位看一下 那么 如果你有这个部分的话 您可以到那个 居庙那边去启用 在这边 去把这个地方把它启用 这里 有一个设定 应该是在账号里面 账号的设定 有一个应该是安全镜 好 各位有看到了 有没有叫两步做验证 我现在是有开启的 那您大概了解一下 不可以这样做 这样子会相对安全一点 毕竟这个 现在大家资料很多都在上面 安全一点 是回家唯一的路 我会认为 那么多说 我们下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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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我们下注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